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会想到男人 毕竟男人是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 又是视觉动物 男人好色是与生俱来的本能 而女人则和矜持含蓄 端庄等联系起来 可现在随着人们观念越来越开放 有些女人在好色这条路上大有赶超男人的架势 于是乎近些年来出现了一个新名词 表女 通俗点说就是不正经的女神 可越是这样的女神越会掩饰自己 如果仅仅只看表面 根本看不出她是一个不正经的女神 前段时间一个朋友说她是一个凤凰男 思想上很传统 所以虽然她快三十岁了 也就谈过一次恋爱 她说恋爱就是奔着结婚去的 她想找一个老实本分的女朋友 后来她遇到了 那女孩看起来很单纯 两个人交往了几个月 她感觉很满意 对女朋友也是真心实意的付出 可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一个偶然的机会 她发现自己的女朋友背着自己还和其他男人在联系 微信聊天的内容还很暧昧 她实在想不通为什么 看起来表面那么正经的一个女孩子 内在却有一颗好色的心 后来只能忍同个爱 选择分手 所以现在有些好色的女神很有迷惑性 不然一不小心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而表面正经 内在好色的女神大多有这三个特征 会让男神错不及防 一 表面清纯可人 很爱撒娇卖萌 绿茶婊一字 泛指那些外貌清纯脱俗 总是长发飘飘的女孩 她们在众人面前看起来特别正派 但是一旦有了异性 她们就很会装出楚楚可怜的样子 惹得男人对她们情不自禁地想要呵护 小丽就和我提到了她的一个女同事 这个女同事刚来报到的时候 小丽负责接待 当时就被惊验到了 这姑娘真的很纯 纯得像漂亮的奶茶妹妹 人畜无海 但是相处下来 小丽觉得她不像是看到的那么简单 她和小丽说话的时候都是重规重矩 很客气礼貌 可是一旦来了某个男同事 她立刻就开始撩头发 连打招呼的时候声音都填了许多 很多刚来的同事搬行李总要费不少功夫 可是这个小姑娘没半个小时就搬好了 原来她很快就认了一个男同事叫哥哥 然后人家叫了两个兄弟 把她的全都搬好 连房间都打扫好了 小丽当时心里还暗暗叹服这姑娘 真是不简单 可是后来在办公室里 有好几个同事接到了不同男人的电话 大家才开始重新打量起她来 原来她以前有个男朋友 读大学的时候男朋友资助了她不少 他们原本说好要结婚的 可是她显然心没有定下来 她在外面又交了一个男朋友 来到工作单位也很快有了暧昧对象 她的正牌男朋友经常联系不到她 于是就一个电话打过来 而外面的那个男朋友也是因为被疏远了 于是查好之后电话打到她的单位里来 所以人还真的不能只看表面 很多女孩表面清纯可人 可背地里却非常的工于心计 很会玩弄男人的感情 二 打扮暴露招摇 对待男人很是主动 对于感情一般的情况下 女人要比男人更加慎重 所以在绝大多数的感情中 都是男人追求女神 毕竟哪个女人不喜欢被男人追求的感觉呢 当然在真爱面前 如果女人遇到了自己真心喜欢的男人 也是有主动追求的情况的 但这种主动是坚定的 唯一的 不会轻易变换目标的 因为那是真爱 可对于好色的女人来说 她对的感情和真爱无关 这和一些专门玩弄女人感情的渣男差不多 她是感情为儿戏 她喜欢掌握这种主动的感觉 想力还有一个女同事 虽然个头不高 但是异性缘特别好 她很会打扮自己 知道自己身材不高 就永远穿着恨天高的高跟鞋 知道自己身材凹脱有质 就永远穿着能够展露曲线的衣服 知道很多男人是痴迷她的身材而来的 她却从来都是笑脸相迎 曾经有一个男同事约她 往某天出去吃个饭 结果她放了人家的鸽子 男同事很生气 问她 你怎么能忘记呢 结果人家说 哦 对不起 我可能忘记了 然后摆摆手 就笑着走开 她是对男人很主动 但是她不会坚定不一地 围绕着同一个男人 更不会从一而中 因为她本来就是娃娃的 不用我说 你应该知道 她已经离婚了 孩子判给了她的前夫 而离婚的原因很简单 她的老公忍受不了她的招风引蝶 又管不了她 最后只好离了 这种女人是很具有杀伤力的 因为男人在主动的女人面前 是很难把持的 只可惜这种好色的女人 她在感情中的主动 不是因为爱情 仅仅因为满足她好色的欲望 到最后 受伤的只能是男人 就算是最后分手 对这种女人也没有什么伤害 只不过是轻轻会挥手 不带走一片云彩而已 然后她还会重新启动 下一个主动 三 言谈举止轻浮 喜欢说谎和掩饰 就像判断一个人有没有素养 只要听这个人说什么话 就知道了一样 这样的女人说出来的话 也往往是语出惊人 根本就没有女人的矜持含蓄 如果说她是感情奔放的女人 可她却是对很多人都奔放 这就不能用简单的奔放来形容了 只好用好色来形容 她们在语言上很是大胆开放 说出的话甚至让一些男人面晃耳赤 不知道如何应对 她们在行为上也是如此 和男人推推桑桑 丝毫不避嫌 当然她们这样做的目的 和那些好色男人一样 就看有没有好高到的男人 或者是他已经锁定了目标 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引起你的注意 如果有男人喜欢他的样子 那就很容易找了他的道 可如果她不想被身边的男人识破 那怎么办呢 只能用谎言来演示 同时她又想让男人们围着她团团转 她又特别会演示自己 真诚是一段感情最起码的基础 如果没有了真诚 那这样的感情就是玩弄 而好色的女人最喜欢的 就是玩弄感情 玩弄男人 她享受着这种玩弄 所以对于这种好色女神 还是敬而远之 如果你的女朋友经常在你面前说谎 那很可能你找了一个好色的女朋友 要当心了 在周泽雄的性格卡片 一风骚一段中说道 男人对风骚气的女神 大得态度暧昧 欲绝还迎 的确如此 就像约翰·肯尼迪 虽贵为总统 但是一样会败倒在 玛丽联盟路的石榴裙下一样 对于这样的好色女神 大部分的男人都是没有抵抗力的 但是 由于文化和传统的原因 中国的男人在生理上虽然被吸引 但是在情感上 却并不会被俘获 也就是说 当一个男人把某个女神 划播到了好色的行列里之后 他对他的感情 也就只限于挑逗 而不会付出真正的感情来 更不会把这样的女神 去到家里来 所以 其实女神们 也不用把这样的女神 当成假想敌 其实正经的男人 是不会爱上这样的女神的 而这样的女神 也许也不屑于去得到那些 光明正大的振爱 她们也只会得到那些 看似是爱的 浮光略影 最后 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 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留言 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